华林县长徐政委21号前往玉璃镇乐河里 卓西中镇以及南部落的产业道路会刊 村长表示农路虽然很狭小 但都还是农民必经之路 山上种植有苦茶建筑生等作物 徐政委会刊后表示 希望能给农民安全的道路 狭小的道路两侧长满杂草 有些路段还出现落石 路基也出现凹凸不平相当危险 这里是乐河里的产业道路 21号县长徐政委 与相关客室主管机关县地会刊 希望能够让每个部落的产业道路 都能够顺畅 其实你说做满江的方式 对对对 甚至就是用挂五度多 如果不要喷零土多挂五度 喷零土 但它看起来是进冰冰 因为它这边其实没有 保证的对象 对而且它本身这边还会痛 所以你做那么硬的打墙那些都没有用 县长也来到卓西中正部落的产业道路 跟着村长高发财的路线一路开车进来 发现地面不只是凹凸不平 还非常潮湿容易打滑 当地的农民希望能够调整来修正道路 在你们设计的时候 在县地再看要用什么工法 让它比较直刮 好不好 因为高先生是说 10月以后都长青苔了 因为这里也高 湿度也重 华林县长徐政卫21号前往玉里镇的乐和里 佐西乡的中正部落以及南安部落的产业道路会刊 村长都表示 农路虽然狭小 但这都是农民必经之路 山上还有种植苦茶 建筑损 徐政卫会刊之后表示 目的就是希望给农民安全的道路 记者高雄雄 佐西乡采访报道